家里面资产几个亿的 至少几千万的吧 你有没有认识这些群体的 男的没有 女的有 女的有 我问你 你知道这些富二代 这些有钱人家庭 他们小孩子找对象 第一关注的是什么吗 你知道吗 不知道 我跟你讲 第一关注的是能当户对 比如说 一个很有钱的男的 他找对象 他不是说 长得漂亮我就找 他要找的是什么 也是跟他同样阶层 同样家庭有钱的这种富二代 家庭背景排在第一位 然后排在第二的 也并不是长相 排在第二的是他的学历 还有他的内行 排在第三的也不是长相 排在第三的是他的性格 以及他的三观 最后才排在长相 才排在最后一位 我跟你讲 只有屌尸找对象 先看长相 因为对屌尸来说 长相是稀缺之源 那么很多普通人 他没见过美女 他觉得 长得漂亮 就是稀缺之源 他这辈子 他一个漂亮的女的 他连手都没牵过 他只能怎么睁眼看 那么但是对有钱人来讲 长得漂亮是最不值钱的一项 能不能理解 长得漂亮只能算加分项 一个女生的价值 更多的是体现在他的家庭条件 体现在他的旋律 学识 认知三观 这些东西才是一个成功男性 最看重的 首先我不认同你的点 为什么这么说 我说一下我的观点 第一点 人都是审美动物 他的第一视角 如果没有你的五官 他不会去了解你的三观 如果一个人长得很丑 他没有什么任何的社会地位 没有个人价值 你为什么要去了解这三观 你了解都不了解 这是 你这是底层思维 OK好 我底层思维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那你以后找老婆 你是找丑的还是找漂亮的 我不会先看长相 我先看其他的 其实这个道理你们是懂的 我问你 如果你认识一个男的 这个男的 你知道他家里面 有几个业 然后呢 他自己也非常努力 他的性格非常的好 但是他身高只有一名五 他长得跟我一样很丑 那我问你 这个男的很喜欢你 每天给你花一百万 你愿不愿嫁给他 愿意啊 每天给我 对啊 那你觉得这个时候 长相他还重要吗 那是在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 那我再问你一句 我说的简单点嘛 就干男模的那些男的 你会不会嫁给他当老婆 不会啊 为什么要这样 对啊 那些人长得好看啊 那你也知道啊 那些人除了好看 他一无是错 他不适合结婚过日子 到底你都懂 你为什么就 你就理解不了我讲的呢